大秘密 也因此被指责只顾工作不陪女儿,月初出席公开活动时,刘凯威含有的开口维护老婆,澄清她一有空,就马上回香港看望小糯米。 不过对于二人的真实感情状况,刘凯威依然绝口不提,只有在提到女儿时,她才侃侃而谈,近日刘凯威接受媒体专访,透露四岁的小糯米。 最近学会了两个新技能,下飞行旗以及打扑克牌。 被问到睡觉之前,会不会给小糯米唱歌? 刘凯威表示小糯米睡觉前很少唱歌,反而喜欢翻跟斗,而且是后空翻。 当然,需要她这个爸爸辅助,这么看来,小糯米的性格更偏向于外向,好动啊。 其实之前刘凯威父亲,PVB老西顾刘凯威就曾透露,孙女留在上体操课,喜欢在沙发上跳来跳去。 除了有运动天赋外,小糯米在其他方面也是多彩多艺,尤其喜欢画画,杨凯威父亲就曾在微博摔过外色女的大作。 并夸小糯米艺术细胞无敌,小小年纪的小糯米还先零手巧,会做各种各样的手工作品。 之前在跨界歌王舞台上,刘凯威秀过女儿为她做的DIY礼物,而杨凯威也多次提到女儿会好几种语言,有时候讽出背影,语单词连她都听不懂。 看来,在爷爷奶奶的培养下,小糯米成长得非常好,但不管怎样,小孩子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的陪伴,希望刘凯威和杨凯能多抽点时间,陪在小糯米身边吧。 The end也则声明,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